最後的話我demo一下 其實我發現這一題真的還蠻簡單 最後只有九行程式就OK了 那首先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一執行 這些資料全部都倒下來了 有沒有 這個是類別名稱 這是他中國名稱 這是他英文名稱 一個一個就通通下來了 那你說怎麼找 其實首先的話第一個 當然我們先把那個 我們要抓的網站 裡面的原始碼抓下 原始碼怎麼抓 必須要透過request 所以 這個程式在雲端上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用beautifulsweep 所以這兩個一個是抓原始碼 所以原始碼的話用request.get 給他網址 所以把那個網址貼上 然後呢 他就幫我把原始碼 放在html.test裡面 然後我再丟給那個beautifulsweep裡面去做解析 得到一個SP的物件 然後我要抓什麼呢 我剛有提過啦 第一個就是 我要抓的按右鍵 按右鍵檢查 就是在第一個類別名稱上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邊會出現他是DIV 而且他類別名稱是這一個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他的DIV 用fileall List1 等於 sp.fileall 然後把DIV 跟他的類別名稱 貼到這邊 類別名稱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貼 你自己打的話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直接點兩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來 OK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分別把資料呢 把它print了出去 這兩個我先不要 先不要跑 然後print的話我就直接 這個也先不要 有沒有List1裡面的資料print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幫你把類別名稱全部都幫我把它輸出了 OK應該不花多少時間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我將來會需要 中文名稱 中文名稱有沒有什麼特徵 中文名稱的話呢 這個地方 我按右鍵檢查一下 他的中文名稱是H4 那H4到底 這個名稱OK啦 其實可能要試一下才知道 所以我試了一下 怎麼 有幾個方法 我直接在這邊按 Ctrl F Ctrl F是尋找 這個原始碼 所以我這邊打一個 小於符號H4 我找一下 這裡面的話呢 他找到H4 總共71個 那71個這個數量 看起來好像跟剛剛的這個數量 好像差不多 所以我猜應該 H4 數量應該跟這個是一樣 其他地方沒用 假設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什麼 再加一個 List2 去尋找H4 有沒有 然後呢 找到之後的話 我把它串到後面 並且 中間加一個 豆點 因為我將來可能要把它存成 CSV 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那個 List List2 把這邊List2改一下 一樣放在這個回圈裡面讓它跑了 For I in range 然後跑跑看 如果 假設數量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 看起來應該是一樣 有沒有 這數量 OK 剛剛好 有沒有 所以它的類別名稱 豆點 它的中文名稱 那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英文名稱按右鍵檢查一下 有沒有 它的標籤名稱 Small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再加一個List3 有沒有 就Find什麼呢 FindSmall就可以了 然後Small的話呢 一樣 再把這個資料 串在 這個 後面 把它改一個 豆點 List3 然後把它print一下 這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 都已經 被我給輸出了 所以再來如果你假設 要把它存成 CSV 非常簡單嘛 上面再加一個 欄位名稱 然後 一樣嘛 串串串 然後後面加換行 然後存檔 那三行 不就存CSV 那如果你要存 那個什麼 Excel的話 那不就跟剛剛做 一樣的動作 所以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你懂得利用Beautiful Super 去爬取資料的話 其實 像以這一題來看 只用到一個方法 FindAll 有沒有 然後用了 找的 主要是標籤 那頂多是第一個 它有類別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這個地方 不用類別的話 可能會找 因為這個頁面裡面 可能不只 71個 這個DIV 可能會更多 所以如果找到更多的話 那數量可能就不一樣 那會發生錯誤啦 所以當然H4跟Small 這個地方其實是 比較冒險的 因為 有時候當然也有可能會超過那個數量 所以如果超過那個數量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辦法了 要不就是說 你如果這一層不OK 可能要往上一層去 找一些其他特徵的 OK 試一下 來吧